2011年 以不名为《屌丝女士》的情景喜剧片 跨越了语言和文化 在中国火了 女主身材火辣大长腿 自带表情包 自带变生器 你又是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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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着这个糖果 变 黑白 虎丝女士 这种语言没有给我们的语言 开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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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二国情威 你的 是 要让你继续 来自。 Work rine Come on everybody Come on everybody Time to be wired 现实中碰见这样的 你肯定得来一句 你是不是脑子被掠踢了 哎 你说对了 片名Canada Frauen 除了有火辣的意味 同时还有脑袋被掠踢的那层意思 一部份内容过于出格 有年龄限制 画人的chu嬷 下去 Biz Ont面目标 以在剑立山的迷惯 准备的人 所以在德国只能晚上10点以后播出 今天就来聊聊屌丝女士Martina Hill 后面我就简称西姐 西姐1974年出生于柏林 是个土生土长的柏林女孩 18岁时 父亲为她报名参加了一个模特比赛 虽然满腰细腿身材窈窕 但她很快意识到 她并不想做模特 高中毕业后 先是在柏林戏剧学院进修戏剧表演 并出演了一些舞台剧 毕业后回到了自己实习的地方 担任柏林电台Radio Ants和Honda ZX的电台播音员 最初以为今后只能面对话筒 充其量做个配音演员 幸亏后来去了一个喜剧视镜 展露了自己的喜剧天赋 于是从2002年起 西姐转战到了电视界 电视剧 甚至是电影 2007年迎来了西姐的爆发点 她在Paul Zeban出品的模仿秀喜剧系列 Switch Reloaded里 模仿各路名人明星 获得巨大成功 无论是模仿总理默克尔 还是超模海地克鲁姆 再获得模仿N24新闻播报员 对模仿对象 性格 行为以及肢体语言 尤其是声音特点的精准把握 让西姐一夜之间成了德国喜剧界的心情 2009年 西姐加入了在德国家喻户巧的政治讽刺节目 Hotashow 扮演六位性格迥异的角色 甚至还操着不同的口音 至今为止 西姐已经获得了13次德国喜剧奖 4次德国电视奖 和两次班比奖 德国媒体评价 她是全德国变化能力最棒的女性 还有媒体称 她是当心德国电视里最有趣的女人 2011年的《屌丝女士》 西姐终于不用再戴着面具模仿别人 而是真正站到台前演自己 恰好那时 《屌丝文化》刚开始在中国盛情 字幕组于是就顺应潮流 把名字改为了《屌丝女士》来吸引眼球 虽然很多人是被这个名字骗进来的 而且评论严重分化 反对声音认为 内容恶俗低劣 主角猥琐神经质 毫无笑点可言 但该剧短 平 快 对白不多 外加夸张舞里头的特点 仍然火遍了全国 也符合了人们快速释放压力的需求 就是我们压力太大了 所以我们太喜欢喜剧了 我们需要快乐 大鹏主演的屌丝男士 灵感也来源于这部剧 甚至大鹏还邀请西姐在第四季里特串了一把 对于屌丝女士在中国的爆火 西姐是又惊又喜 虽然对自己的表演得到肯定而感到高兴 但究竟为啥在中国火了 西姐还是难以理解 即便不是很理解屌丝文化 西姐还是很高兴自己能够激励那些中国年轻人 看到他们在辛苦生活的压力下 还能勇于自嘲 现实中的西姐可不像剧里的屌丝女士那样奔放疯狂 而是个自律低调还有点害羞的人 说到低调 西姐对自己的私生活极为保密 没有任何媒体知道她是否结了婚 伴侣赤水 甚至连要好的同事对其私生活也一无所知 看到不少弹幕和评论说 这个男演员是西姐现实中的老公 经过搜索 网上没有任何这个哥们的私生活信息 所以大家应该是以讹传讹了 私下里的西姐非常爱笑 时不时就会被戳中笑点 她信奉一句话 尽情笑吧 情况本可能更糟 西姐认为 来源于艰辛生活的幽默 一般来说都是好的幽默 她亲自参与了屌丝女士的剧本创作 有些情节就是来源于自己的生活 比如一些只能异想 而现实中不能做 在镜头前却可以真实表现出来的疯狂情节 西姐成名后 甚至在中国爆红后 也完全没有改变自己的性格或是生活方式 依然过着正常的生活 在她的助理看来 这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 当屌丝女士的热度在中国退去 西姐与我们似乎又回到了原先的平行世界 之后的日子里 她陆续推出了新的喜剧作品 继续着她热爱的喜剧事业 也许她会时不时回忆起那次与中国的亲密接触 而喜欢她的粉丝们在想起她时 也一定会感谢她当年给大家带来的欢笑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 似乎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 而保持一颗对生活的童趣心 却可以给我们带来永远的快乐 现在的西姐依然爱笑 依然低调 当被问到你幸福吗 西姐的回答是 我现在是健康的 我身健康的家庭 我现在有健康的家庭 我现在有健康的家庭 我现在是健康的家庭 所以我现在是很幸福的 现在是很幸福的